嗯 枪枪三人行 广美啊 今天呢咱们请来这位一个名字里边有俩字咱不认识的 嘉宾许浩平老师 前些天已经上过我们节目 最近是台湾的这个资深主播 但是呢 今天 特别请您来啊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姻缘 因为今天这日子太特别了 1月4号 我先当新闻给大家报报 1991年的1月4号 历史上的今天 对台湾著名女作家也是在大陆影响很大 我觉得今天呢很多人对三毛还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对呀 就三毛就在1月4号那一天呢 就在他当时在住院 凌晨的时间 凌晨的时间就在这个洗手间里 说是就在那个预测的那个什么挂钩上挂点滴的那个钩子 然后坐在马桶上 其实他这样的离开也非常传奇 到现在还是一个肉色的丝袜 丝袜对啊 生前的在该怎么说呢是红颜知己啊还是黑颜知己啊 还是至交好友 对 而且呢 咱们有特别的这个遗物吧遗迹 就是说 三毛 生前最后给了他一本书 就他最后出的一本书 归归红尘 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彼此都出了书 我们互相交换 然后他不但提字 他还在里面夹了一封很薄的一封 一封书信 那我想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但当我看到的时候呢其实是在他死后我才发现的 你当时看到 而且也真是很这个奇怪啊 就是 电话也没接着 就说他这个三毛临去世前啊 给他打个电话 但是他没接着 没接着呢 这就有了一段这个电话达录机上的 录音 这等于差不多是三毛最后的这个声音 我们能听到的 是吗 所以今天节目里啊 咱们也是带着纪念的心情 可以听一听 就是三毛这个最后的电话达录机上的这个疑音 我们来听一下 小熊 如果你回台湾了啊 我是小姑 你如果回台湾了 请你打 医院 如果回来的话小熊你在不在家 好我跟你说 我是三毛哈 如果你明天在台北 请你打医院再见 嗯 嗯 徐浩平 我是三毛 你现在在家 人呢 徐浩平 你不在家 好 回家吗 因为那个时候 我到香港去办俄罗斯签证 所以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提 又没有BB Call 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 接到他的讯息 因为以前他跟我家住得很近 大概走路十分钟 所以有时候他心情不好 然后就打个电话 你刚听到他叫我小熊 因为他对每一个西方孩子 Teddy Bear Teddy Bear一个小熊 所以他觉得给别人温暖的 就是个小熊 所以他就叫我小熊 所以你刚刚听到 他自己称为他自己是小姑 小姑独处的小姑 所以我也很遗憾 就是说我没有接到 但是在听到这段声音 我都觉得说 好像就在眼前一样 那么这是很心疼 因为这是一个 这么丰富精彩的一个朋友 而且他的对人 对朋友是这么样的掏心挖肺 他好像去世的时候 应该是四十八岁 四十八岁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 我比他小十七岁 这是你们的这种交往 也是很有意思 而且我觉得就说 加在书里的三毛的最后的那封信 不如您来给我们念一念 这一段他是想小熊我走了 这一回是真的 当敦煌 我看你来念吧 我念心情有点激动 你来念 当敦煌飞天的时候 浩平我要想你 如果不是自治心太强 小熊你也知道 我那一批三百七十五个钥匙 起码有一百把要交给谁 这次我带了白色的那只小熊去了 为了亲他 我已经许久不肯擦一点点口红 可是他还是被我亲得有点灰扑扑的 此刻的你在火车上 还是在汽车里 如果我不回来了 要记住 小熊 我曾经巴不得巴不得 你不要松掉我衣袖 在一个夜雨敲窗的晚上 好 同志 我要走了 欢迎你回台湾来 爱人三毛 其实这些新的文字里面 我看广美都哭了 广美真是 广美广美 身为一个女人 其实这种心情是 其实有一种 广美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首先要说 其实我们这样岁数的人 应该都是看着三毛的作品长大 然后还有他后来出了一些有声书 那个潘岳云 还有潘岳云跟琪琪 琪玉 琪玉 然后唱的孟田那首歌 每个人心里一目一目天 我受了很多他的影响 但是我说真的 我不是他的粉丝 我从来不是他的粉丝 因为我觉得 他虽然是一个充满爱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挺灰色的 那可能因为我小时候 最近比较穷 所以我没有时间再做梦 我没有时间跟着他一起做梦 我读不懂他文字里面 要释放的到底什么样的讯息 但是就是说他的才华 他的那种感染力 绝对是我们小时候都感受到的 听了很多他的故事 但是我第一次有这么追星 刺骨的那种感觉 是他第二段录音 我觉得就是说你要临死之前 你要临走之前 你连要打一通电话 找一个朋友 人呢 不在 那种自问自答 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肯定是非常非常孤独的 我觉得那种死前的恐惧 你只是要找一个人 他可能只是需要有个人抱一抱他 他可能就会改变他的想法了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都没有办法 你觉得会吗 你觉得如果他找到 跟你打了这个电话 会有什么变化吗 我想可能就改变了吧 因为三毛一直都说 他希望将来有钱了以后 他要做个很大很大的小熊 在台北街头 如果任何人感觉到孤独无助 需要一个拥抱的时候 投一个十块钱 就可以去抱一抱 其实这封信里面 如果我讲的具体点 每一个都好像达文心密码 都是我们的一年来 我们聊天的话题 所以我才了解 什么叫做以文会友 我跟他之间的情谊 是非常纯洁的 我如果今天讲 我们连手都没有碰过 非常纯洁 甚至我是尊敬他 像我自己的母亲一样 这个我也不太明白 你比如说他在这个文中写的 又是爱人三毛 然后就是 那就我就解释一下 他讲好了 同志我要走了 爱人三毛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三毛说很希望他爱的人 又是跟他志同道合的人 我说这不就符合现在 罗大佑那首歌 那个年代最流行的 爱人同志 对 其实这个歌就是 我们当时聊的 我们都要追求一个 又是爱人 又是同志 这样的人 我才要跟他终身厮守 那里面更有趣的是 你知道他擦不擦口红 代表他心情的状态 我们是在火车上 汽车里都有不同的境界 火车就表示 你可以换车厢 他问我说 你在火车里呢 还是在汽车里呢 但汽车里就是 你跟你人挤在一起 是不能改变环境 跟你讨厌的人 在一个空间 你也得忍受 火车就表示 你在这边 你可以轻松的去 不同的车厢 如果这个车厢的人 不喜欢换个车厢 那至于擦口红 就是因为他心情不好 他就会亲那个小熊 他一亲 他就不涂口红 所以如果看到 他今天没有涂口红 我就知道 他的心情不好 但你看到他这封信 我看到那边 我就跟那种追星刺骨 就是他当时心情 是落到谷底 他就已经许久不肯 擦上一点口红 所以每一句 其实都有一个 我们一年当中聊天的 那些大家的 共同理解的一个话题 这一般人看不懂吧 所以你说这样的人呢 他确实没法活下去 没有 他就是世界太开阔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 我觉得是你的一生 实际上受三毛影响很大 因为我注意到一点 他说 他到后来 三毛去过的所有的地方 他都去过了 就那几十个国家 他去过 甚至三毛生前交朋友 变成我的好朋友 都变成他的好朋友 对 就好像你有点像我们就说的 继承三毛的路 走三毛的路似的 这真的很微妙 我记得我到西班牙 加纳利的时候 那边的 他的西班牙邻居 甘纳蒂那个女士 还有他那个中国饭店的 那些张青渠 张波波 他的女儿张南施等等 你知道现在我去 简直是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他说三毛当时 没有实现的愿望 讲究 把鱼翅当面条吃 把冰淇淋当饭吃 我都帮他做到了 那你就想 这种情谊是连续的 其实你知道 我原来做新闻主播 我们要跑新闻 什么都要努力 第一名得到 我觉得他是第一个 让我感觉到 就是说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 女性柔软的心灵的角落 你停下脚步 看一朵花 他这个著名的这个恋情 就是跟这个 和西 和和西 和西 跟这个恋情 也有一些人怀疑呢 这其中有一部分 是不是他想象的 甚至还有人说呢 说他到后来 又要见贾平花 又要见王莫斌 好像我觉得 有个很奇怪的说法 就是说 但是不管他交往了 见到了什么样的男性 知己或者朋友 什么都无法抹平 这个和西之死 在他心里留下的伤痕 那我想这个真的给我一个机会 好好来帮三毛讲一句话 三毛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 那当然 他跟和西的之间的感情 我如果没有到西班牙 没有到撒哈拉 没有到加纳利群岛的话 我真的只能用想象 或读他的书里面 那真的到那边 你听他的邻居 那一位西班牙的妇女讲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像当地的华侨说 他们平常比如说 两个人华侨的聚会讲话 他们两个人就手就牵着 这样靠着 这些装不出来的 他们两个太相爱 所以我觉得 他们是一种生活上的这种爱 一般的人不要用那种 什么举案齐眉 相敬如兵 那种非常的虚伪 那种僵化的那种 那种爱情的方式 或者夫妻的相处方式来看 再来就是他对朋友之间 像他是欣赏贾平凹的才华 他跟我讲 他对王洛斌是非常心疼 这样一个对民谣有贡献的老人 却那么孤独的生活在那边 但你知道 他会想去照顾王洛斌先生 就像他在台湾 有一位很有名的画家 叫习德静 还有一位就是很有名的作家 也是我们的新闻人前辈 王大空 这两位你知道 他们在过世前 在同样的农民总医院的病院 病房 说时代快将死的人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看 三毛不是 三毛是过去说 我来了 我帮你按摩 那你如果把这样的一种纯真相 贾宝玉那样的纯真 这种就是我们中国文人 这种传统开阔气质里面的 最可贵的一个纯真性 你把它用一种世俗的角度 去扭曲的话 我觉得真的误会了 我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号 因为这么充满这么大爱 一个有这么大心的人 他怎么会抑郁症 他怎么会自杀呢 我其实这我到今天我才比较了解 你相信吗 在当时我也无法理解 因为其实我1月2号 我在跟他聊天 甚至贾平昂那封信 还是我帮他寄的 你知道吗 那当时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他还告诉我他新的一年 有什么样的计划 他也告诉我 他有几个剧本这样出来 然后好几个国家 翻译他的文章 他的记事本都埋 甚至都规划好了明年的生成 但是三毛他其实是 我们讲一句 希望大家不要害怕 他真的是有一点通灵的能力 我是曾经跟他聊天的时候 风潇潇的那个作者 就是徐徐老先生 是他生前的时候 是他的干爸爸 那真的就附在他的手上写字 但我无意去强调这个方面 而且是说三毛 他确实有点奇特的感应 这种感应 即使他积极地在面对 他新的1991年的生活 可是他内在有种强烈的 一种第六感 好像一再告诉他 他的生命可能造一个尽头 所以当时其实是 你知道1月2号 我们聊的是什么 他跟我聊了一大堆 你是要赶快多出对书 将来你才能够平衡自己的生活 去支持你自己的旅行 还有你知道灵界 你要读哪几本 哪几本书 那么文学方面 剧本方面要怎么写 他好像这种 好像在交代 你知道一个 关心我一个文坛 后背上告我这个 你要注意怎么维生 怎么写作 怎么旅行 一大堆我都想说 你干嘛急着现在跟我讲 那你就觉得 他好像明明交代后事 又好像知道 又像夹的那封信 他又这么的仔细夹在 那个滚滚红尘 第66场戏 如果翻开第66场 是谁 就是林青霸 就是林青霸 情汉抱在码头 生理死别那一刻的 那一个章节 而且他告诉我 他这一生最恨 就是六这个数字 为什么 他跟何夕相恋 相恋六年才结婚 但是他们又是经过 六年的爱情 但是却突然 何夕过世 然后接着又过了 两个六年 就12年后 三毛自己也走了 那他就夹在第66场戏里面 非常薄的一张纸 那么这些其实 他的心思细灭 还是他就是一种直觉的感应 那么至于说忧郁症 我看到他早期吃的药 其实我后来来对照 他在上接受时报 周刊李涛的访问 那时候讲到 他吃什么药什么药 其实现在都知道 那就是忧郁症 美国最新的药 其实他一直有这个问题 但是他这个问题 其实主要是何夕过世 突然过世之后 他说他严重失眠 然后他需要吃很重的安眠药 每天一定要脸对的门 才能睡着 没有安全感 一个寡妇的那种 没有安全感那种心情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走入 一个作家内心世界 不是用一个高标准要求 他说他从来不觉得 他是一个作家 他就是一个小女人 只希望跟个爱的人 生一大堆孩子 好好的过一生 可是连这么简单的心愿 都没办法实现 薛老师 其实你跟三毛交情 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就一年 整整一年的时间 像他一个这么大爱的人 我相信他身边 一定有很多很多爱他的人 非常多 那其实他身边 对 就你所知 他身边难道就没有那么 在其他亲密的朋友了吗 有 其实他那个时候就告诉我 说他想要嫁给那个 已经等了他好多年的 德国的男朋友 然后呢 那他当时告诉我 他想到新疆 到去黄罗宾里面 照顾他的生活 因为他觉得 他一个人太孤单 但是三毛那一年 也是他最后的一年 所以我相信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但是很多所谓的英文字叫timing 时机上 大家没有对到一起 就像最后 我没有机会接到他那一通电话一样 照您这么说呀 就是您猜测 就是到最后 因为我们也看到有的这个 你比如像这个刘庸 也是说 他说这个 他觉得三毛也是 有点这个可能忧郁症的倾向 就是说又要求 又很完美主义 经常会对自己的表现 感到不满意 就这样的比较苛求自己 所以他就觉得 人们没有留意 就是好像他在高中的时候 就曾经因为忧郁症 是退过学还是什么 是初中 初中的时候 他没有念到高中 他初中就是因为 他就是数学考试的时候 他那次想到好好考 就没想考了个满分 数学老师就认为他作弊 结果就羞辱他 就拿着毛笔在脸上画 画了以后 叫他到全部的北一女 台湾最好的初中那个时候 去走一圈 你说他怎么承受得了 然后他第二天就没办法上学了 他说他当时就坐在门口 要穿鞋 一穿鞋就昏倒 他不是故意不上学 他没有办法承受 心理生理上都没办法承受 就在家里足足关了七年 所以你看到滚滚红尘里面 那个女主角林青霞饮的饺子 其实是他另外一种自我的象征 被关在一个阁楼 其实他那个是自我关 然后接着他的一个姐姐 两个弟弟放学回来 本来都一块吃晚饭 他们在讲今天学上谁打我 我考第一名 他连听这个都不能听 最后直接关在家房间里 连饭都不出去吃 妈妈把饭送到房间 这样子足足关了七年 自修 请老师来教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他最后那一刻 就是1月4号那天 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象过 他是怎么想的 其实你知道 就是说当时精神失常了 我应该这样讲 忧郁症的人 他就是他会有一种 无法克制一种强制行为 因为我自己也是心理资商师 所以我们在做很多心理资商 我发现他会有一种 就不断地刷卡花钱 有很多人 其实他那是种忧郁症的表现 他并不是说真的 好像败家的那种 强迫的行为 另外还有一种像 包括张国荣 跟三毛 我觉得都是一种忧郁症 因为照理讲 他们的声明地位 都是非常被尊敬崇拜 好像没有找到任何 自杀的这种因素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在当时 我觉得可能是他平常 又有吃安眠药的习惯 他的安眠药给一个朋友 叫张拓乌 一个残障的作家 他才给他半科 那个作家就睡了几天 你觉得那个药性 已经很强了 你知道 再像当天 他又因为他复科的疾病 他开刀非常顺利 那又打了麻药 是不是又有点像是 让他的精神上 会有一点受到干扰 那只能这样讲 所以他让妈妈说 你回去我好好睡觉 明天要出院了 大家都不要吵他 没想到就这样走了 所以我觉得诸多因素 那么当然 你看起来 这就是三毛传奇的一生吧 咱们现在再来 这个怀念一下 这个徐老师 在三毛生前 两个人的另一段 这个对话 也是三毛 这个当年的声音 我跟你说 我很久没有跟一人说话 说到你这个程度了 但是我每天都跟人说话 我最喜欢一种朋友 就是短冰箱街的朋友 我觉得程度差太多的 不好闻 我对三毛 其实跟广美有点像 就是我不知道当年三毛 在台湾和在大陆造成的影响 在大陆就算是刮过一阵旋风似的 所以我对他 其实进入从来就不深 看过他的一些东西 因此他给我的印象 就像那个橄榄树那个歌词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确实他给我的 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 不听说从哪来的 然后为什么流浪 也弄不太清楚 好像有的女作家 像朱天心 曾经说过 说他大概意思是说 他就是一个想探求生命真谛的人 但是最后呢 会不会是探求到走火入魔了 就我听到过种种对他的一些看法 其实他在寻找的是一种人与人 超越语言文化 人种的一种心灵的真情 而在他的文章 你看像 《哭泣的骆驼》里面 雅奴那篇文章 是最有代表性的 那么至于说 一般人当然只能片段的去了解 三毛也了解你我 比如说他不考虑 他的挣钱 他的旅费 钱的问题 谋生的问题 他说他可以用橡皮筋 绑着破掉的鞋子 然后用的胶带 当了一束腰 他就可以这样生活 是非常随遇而安的 然后对于物质上的东西 他不如他精神上的追求 所以其实在 我们之间的这种 在谈话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在聊的就是 我们想去走什么 这个郑和下西洋的路线 走文成公主 到西藏的路线 走这个什么 成吉山牺牲的路线 马可波罗东来中国的路线 我们是想这些 那你也可以说 我们都在做梦 但是说实在 有梦的人人生才美吧 光美 你有这个梦吗 其实我得说 我有这个梦 但是我从来没觉得 这梦 是我配享受的 就是说 要去 要走玄奘 走过的路 是吧 要到 前段时间 我的一个朋友 跟我讲 很有成就的人 对我很有触动 他在四十几岁 他说我要退休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退休 他说我想想这辈子 我真想去的地方 我还没有去过几个 现在再不退休 没有时间到老了 走不动 好像一不店一路玩到挂 是吧 所以你知道三毛 他希望我做的是 如果他死了 他没做 他希望我这样 能够帮他抱到老虎 因为他属羊的 会羊入虎口 我属猪的 所以半猪吃老虎 然后他希望我抱一只 真正的熊 因为他最喜欢小熊 而这些我都帮他实现了 但你说这些 的确不是人间烟火 跟你说人到底追求是什么呢 这种很多的价值 就在一种人与人的 一种真情和美 而这种真情和美 有的时候就变成了好文章 让世世代的流传下去 郭美 你看他是继承了三毛的遗志 你也有这个大伦吗 你知道我继承你的 对对对 谁说的 不知道 继续做节目 这就是咱们小 凡夫徒子的命运